回到第二集,这次讲过国际新闻,博士有没有看特朗普和何金丽辩论? 有,他现场直播台湾做得最好有AI的翻译职场,有语音翻译,又有文字即刻快,AI真是快,很快,即刻字幕译中文 以前我做过即时传译所谓,真是拿命,即时传译 因为你的中文结构和英文不同,你听不完,你真的要断眼枯 即时传译是讲过,我给大家听,话说在联合国有某位非洲国家元首演说 他说一个他自己觉得很好笑的笑话,而且很长,他说了十几分钟 我即时传译,虽然他的功力很高,但他说这个笑话,他想一想 现在这位国家元首,各位听众,这位国家元首说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我就不懂翻译了,不过麻烦你们,等他说完之后,大家一起笑一下 他就会很开心,结果翻译了这个,这个是真事 说回特朗普,特朗普的身经百战,他上次对拜登砌到一栋都没有 为何这次那么缺乱呢? 是两套东西来的,你拜登虽然做政客这么久 但现在你遇到,这个是加州的总检察长 他那个专业受过很严格的训练 美国那个做巴黎训练跟你普通不同 所以他的组织能力,他的触觉的敏锐 如何入你位,以及那个逻辑 如何装你弹弓的法律陷阱,他是习惯的 所以特朗普让他装弹弓,中了陷阱 一开波就中了陷阱 但是之前那些人访问,这个是何锦黎 发觉他都乱乱乱乱的,很多政策 我一早就说他聪明 你们的人就是没有我们的微细 身为一个出来做副总统 想着自己会走上去的女人 怎会这样呢?他这个是高手教 他就是全部收敛,没有抢拜登的风头 还有,假装扮马,当你当他傻大者王勾勾 他这次出来,是一件真章 看到吗? 吃点位和说话的声调,阴阳钝错 是没有漏焦的 特别是他的声调 不只是声调,他的声调都可以 他身体语言,各方面的表情 是呀,愿报齐了 是高手来的 我是很早你记得我说这个不简单的女人 他那个杀人不见血 我告诉你 是呀 在那个美国,那个女人能走上去 哪些人会傻奸奸上去 是 你就是傻 你就傻 你当他傻奸奸的自己傻 不是他傻,是你傻 你是否吃了,你还未知 怎样他才对你真 大家听了常识 你想知道阿拉伯人真的当你自己人 他请你回去喝茶 不要说先吃饭 繁复,吃嘉义那些 下午喝下咸茶 请你去公司,或者去家 那些工人拿了一杯来 洗干净了,泡茶 他未泡之前 他剪掉了几口水 然后将你慢慢找一块漂亮的光人布 将那些口水抹均一杯 这样才叫他泡茶给你 这个是自己人 但如果你不知道这套东西 你就屌你了 没有了,这套口水叫我喝 那你大奶窩 你都不认知 明白吗? 你有没有听过说阿拉伯人 当你自己人 要用口水给你洗杯 没有,我只是听过丐帮帮助 每个长老套的人都用口水 阿拉伯当你真是自己人 他就用口水 要他的口水给你抹干净的杯 用口水 这样就当你自己人 好了,我们蒙古人 当你真是自己人 就让你流过东西 当然叫老婆陪你 知道吗? 即是当你兄弟了 但如果你不知道那个礼貌 你有没有弄错 你弄个老婆来陪我? 没有人接受到的 知道吗? 是 这些大家上去问问人 问问我们特首 有没有喝过杯用口水抹的茶杯 在沙利亚伯开经贸办 你真是 不是说笑的 是有分得很微细的 等于很简单 我说为何你们中国政府会输呢? 最简单 你国土安全局 FBI CIA中情局 他们大家收的情报 回来分析的能力 级数都不同 即是你去到的时候 你就当是轻视 但你进入中情局 他就分了12级 普通的 这个级别 每人看三级 去到一个层次 你权限不能看 你想问话又不能问 要不要再拿些资料 再拆上去 也不能 分析了12级的情报 是否最重要的情报 是否要处理呢? 有些你即时不处理会死的 是 911是吧 是吗? 911 911那宗例外的 台长 你一早收到情报的 现在有很多这些 是吗? 今天是9月12日 在美国那边 昨天搞纪念日 纪念日 911那星期 没有犹太人上班 是放假的 是多古怪 你看回那些死人名单 你什么犹太公司放假 你都没有那几人 你不要占多了 你普通人 是否算到那条数字 他是那些炸药进去 用多少重量 掉了下去 你那个钢架的骨朗 他的火力是可以融到你的 他有时间够时间走 是否很重要 很精准 911 这些 不知道 我都知道 是啊 他不是对人想那两档 宗情告 不能拒绝 知道吗? 又说咳人 又说肯身 你不要这么多口水 等于你古惑仔 你那一档大酒楼 我看牆 你又不可以 又觉得肉 很赤 你便宋你 两棵牆 你便要请多些人 是 全世界都这么多 这些是不仅仅的 明冷一点 你带一路去那里 借钱 放钱 便会死的 照方 因为有一半 入了自己的袋 老伴继续过去 不需要有尾 你做尾 整个范围死了 还有一个 首尾 走回转头 查数 判断了 那便没事 最好是政府倒下 是啊 好像斯囊卡 那便关人事 也不知道 但有证是假的 这里要补充一下 有些真的要投资 不是政府的 是国企 又不是央企 是国企 加上民间有老板的公司去投资 它是搞定了部长 土王 搞定了 有个金矿给开 你真的查了 真的有金矿 找了专家言 真的有 那些铜矿金矿 那便搬了工具去开 开了 开完 我便跟你一集过 说隔壁街都不在同地盘 是 你出不了来 即是挖到都出不了 不让你过 你都哭得无论位 哭得无论位 哭得无论位 去做事都死 哭得无论位 你不要这么多土王仔 我都过过地主 你怎样过 围着你 我不是不让你走 我不是不让你挖 你挖了 你挖了 那些选举 他兴趣不大 但问题是 如果贺锦丽尚 是不是对现在中国的政策 对香港的政策 一样那么辣 那是国策 第一 现在他要剝利降主 首先是剝利降主 现在夹手夹腳 剝利俄罗斯 在中国降主 伊朗已经移动了 如果伊朗不是移动 黎巴嫩那边那些 会起了兵 打了 伊朗移动了 因为现在那个新的总统 比较温和 移动了 所以他帮你清掉牆 帮你美国好 如何好 自己好 清掉十四邦头的牆 自己清掉 这个不是以色列莫特特清 自己清掉 他自己清掉 所以他已经移动了 因为那边是个聰子 我屌你老母 俄佬不行 我怎样做 你还拿着你的生虫拐杖 是不是自己躺下去 又不屌 因为伊朗有钱 但是拿很多石油 不要人搞 你搞人 所以俄罗斯迫着去找阿塞拜疆 他逢是一个动作 仅有动机 在现在 不会无厘头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计算到数 所以大家要 所以我见到一些人说 走去一带一路 去中东 去中亚 你都不知道是我的风俗 都没想到口水 和你抹干净一杯 你坐在一起 当自己有 你死定了 有没有找老婆陪你过夜 你怎样自己游 你还没有写金黄小说 拜兄弟 你那真是郭靖 这么幸运 和你做安踏 不要傻了 不要有人笑 你不找我 其实是一个损失 我几早在苏联那里 印度 印尼 印度 斯兰卡 马来西亚 都是我的地头 南美洲 我被拔 下一次报告 被拔资料 南美洲 不是这么容易 说就容易 你老婆开档经贸署 唯有生意做 你老婆弄杯茶 你喝你都未知怎样喝 还深恶过我们那些 鸿门的撤口 你老婆 你老婆 不是怎样你 那些语言文字又难学 难到暗语 难到暗语 他们有很多暗语 你们不明白 我们自己的中国人 在南方 都有这么多撤口暗语 对不对 每一个行业都有不同 非法制有一套不同 对不对 对不对 在南北巷 在黄河南那一档又不同 就写中文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几套东西 是不能同写法的 果欄有一套 是啊 不不能同的 哎呀 你真是 你真是 你怎么这么简单啊 世界 回到他那个何锦麗 如果是何锦麗上 现在的机会很高 他会怎样玩法呢 就是对中国和对香港 他没有的 他现在是两党共识 那些东西这么快 通过实 就作用通过执行 因为他定了大政策 这些是我们的敌人 邪恶势力 定了 哪个世纪更多 现在你中国唯一是 如何脱身 我不是邪恶势力 你先搞定第一步 你没有想不脱多 你想要脱身 在美国欧洲 它的圈子 不是当你是邪恶势力 你一天搞不脱身 你看到哪个西班牙手上 见到哪个横门 你王毅点赐我们老闆 西班牙现在就在中国 浪费气了 就说我们都是 我们很喜欢继续谈谈 继续再谈谈 他用作戏做得比西班牙人好 我们就不赞成加你那些自动车税 但我都会回去再提出和欧民 再商讨不应该加税 这样说 你不要跟那个行李箱 哪里有人洩东西进去 如果那个行李箱就重了 回去 你不要 西班牙人最能行家产 你跟我做生意 他骗你了 你坐在那里 你不要说西班牙话 但不会说国语 你对他来笑 你让他出去想象 我不是碰你 你看菲律宾仔 那是西班牙人 你不要弄你 西班牙前西班牙殖民地 是啊 你跟西班牙人交两个手 他们都不走 他不走 他不走 他不跟其他人的格格 他是不走 西班牙人押完你 是不走 知道吗 意大利佬有另类 你这些人搞不成功了 国际 你不是说你真是 读一两科新潮 学科国际政治 你不要死 国际政治现在是有毒的 不就只有毒字 你一下去就死了 你走压开 你了 不是说笑的 有很多密码 在那边的地方 世界哪有那么容易 就算你回到中国 同声同气 懂得说些国语都死了 个个浮都不疼同 你走到上海 你不懂得说上海 又死了 是吧 你几个上海 都看得到你广东人 那就是 现在31个省市 最近公布琴 只有上海赚钱 全部虚钱 是吧 全部虚钱 欠债五万七千亿 是啊 都不知道是什么数字 赤字 我知道 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数字 怎样计出 即是他计了五万七千亿 但实际不止 至少超过六万亿 知道吗 知不知道 中国欠债 不是 那个付 地区的债务 是地方政府的债务 不是地区债务 是付资 付值 付值 不是总数 即是你一个年度 计出来的付值 是六万亿 知道吗 多严重 即是一个年度 你说大不大 所以很多地方出不了债务 是吧 没有出债务 很多是很久了 前两年 清零的时候已经有事了 所以 但是政府很辛苦 因为他们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全部靠卖地 是 你一旦没有卖地 卖地最糟糕的是 血管爆了 这跟香港一样 是啊 跟香港一样 你银行有迫仓 是吧 所以是很糟糕 接着你就说一下 黑人都何之 全走 现在可以走 走 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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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钱走成 走人 走技术 什么都走 鸡飞狗走 因为他们的华为 威水了 出去三折 电话 看电话 你用不用 劉德华做代言 是吗 劉德华 我便捉他好运 劉德华无所谓 不 我们捉我们华为家好运 因为中央政府支持他 是港部也要买液用的 对 所以他还可以蹲蹲一下 大家离开了 写字来还拿回苹果 带来网 是吧 是 很搞笑的 最近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部门 蘇利文 去了北京 我不明白 初头没有说习主席会见他 但后来为什么习主席会见他 这个就是人家的高手 第一 不是我想去北京 是这个王毅乞衣 邀请他去的 布基隆买的 他邀请沙利文去 这个王毅乞衣 已经出卖我们国家 人家应该估计到你底牌 他的嘴巴做不做 叫他去 喂 我当然去 立刻骂你的底 你便回来 有13条出来 国会参议院 对 一去完回来 国会参议院 是的 王毅乞衣 你的嘴巴入你数 我收的 是吧 我们收的情报很准 做整齐些东西 再捞一捞我底 为什么突然间这么精神呢 根据那些蛛丝马迹说 和军部不和 你拘捕这么多军佬 军佬没有人 你便会和 是不是真的和声 好了 接着问你几件事 你答不得到 你答到不行 我要回去复老闆 那你找张大哥出来回答 张佑合 看见张佑合 看见张佑合 你猜不猜到他 是吧 很好笑容 他未笑过这么好笑 他见到沙尼人很好笑 不是碰你 碰你 碰你 我们一看 行了 我们沙大哥帅 是吧 是吧 是 灵声知吉凶 行床变中推 举动变如龙 你一看便知道张大哥有多开心 是吧 是吧 变成了世界级的知名人士 是吧 是吧 是呀 不是说笑 是很好笑容的 是 真的很好笑 看到吗 是不是很好笑容 是呀 你见过张大哥 这么好笑容的 是呀 是不是很好笑容 是吧 是吧 你什么时候见我跟着这么好笑容呢 嗯 你什么时候见他私人其他照片 这么好笑容呢 先去看看 你先去看看 美国切斌粥磨粉 找到一张出来这么好笑容 喂 我们大家看东西不同 我们很敏感的 一看 咦 是吧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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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自己 北京 如果作为国家长 可以不给你 我有什么来要见你 我什么要见你 我什么要见你 我没有叫你见你 我有这样的想法 你想不想知道 我去想法 你不知道 大家不敢说 人家很聪明的 搞不懂内外交 特别是高手 国家安全顾问 这么容易做到吗 嗯 在美国刚刚打奔头 哇 他第一张照片 真的 哇 好黑面 真的 好黑面 真的很 真是的 是呀 你找我张有笑容 我马上找 你找张他见习先生 没有这么好笑容 苦口苦面 你了 这个世界是很卡通的 是真的 你找他有笑容,他做了习主席更加负面 他很可笑,没有的,他完全不同的,那种宽容法 博士怎样解读这个笑容 他说那帮兄弟美国的钱,有什么要动,你告诉我 他说出来就行了,我懂得做了,那就很开心 很肯定,过来我有一堆水在那边,大佬,很多东西 我明白了 是吗? 这样都不明白吗?是吗? 整个密码,是吗? 但那边真的传过了 不是传过,是珍视在这里 整个密码都在这里 是呀 张大哥,你的兄弟的东西,我会看着 多开心 他那边说怕自己而已 你哪会和你国家民族戒业 中华民族梦 你发,你没人叫我发,那帮军佬发 你完成台湾统一了 你弄个中华民族复兴梦 我哥你去弄,没人教我 你计算数,打不计算 一打就穿崩 他计算数个落祸,都是说他们不计支持打台湾 之前那几个落祸,特别是刘亚洲 写了书又说不计打,记得刘亚洲 又说,我都说不计打的,现在未是时候打,这样落祸 不是不打,未是时候打 是呀 迟早打的 是吗 你是怎样落祸的,所以说不计 我听到你讲之后,真是认真一句 对世事真的没那么认真 只能自己认真,自己愚蠢 鬼佬,他没有三两三,不可以上两三 说习先生,你们那群军头,在美国有些名冊 你想知,亦说不想知 你怎样回答 老毅都不想知 你知道到你便要做事 是的 我要跟你兄弟交代一声 你告诉我怎样做 要找张大哥,你问他很年轻 你很年轻 你这些东西,我会跟你看着,找找找找 有什么要动呢,我告诉你 特别你自己的份,不用怕 你还不笑吗 你还不开心吗 你别过来我,摸起一百几十亿 阿博征,你说笑的 不是,怪论 怪论有出有假 你自己估哪一步是真 哪一步是假 你不要当我怪论啊,大哥 有,真是这样的,我不是说笑的 真是这样的 所以为何俄罗斯这么快弹出来 你台湾都没人得出声,说我领土问题 他这样说,真是承认台湾是国家 是的,我已经想了这个 为何他们看中国不想到这一步呢 中国是想不到,是想到拼你们不懂 他什么都想到,他拼别人不懂 他应该跟回大陆的口吻嘛 你只不过台湾是个省,你没权去说这件事嘛 在俄罗斯挣你旺狗啊 因为中华民国有权收回他嘛 是的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即将来争论的时候 是中华民国才有权收回他 即是中华民国才有权收回他 即是你共产党,你江泽民签什么东西 他中华民国可以不承认 他才是正统 对不对 你签不应该跟我们签 不是跟他签 是的,没错 他那个正统 因为清朝时是交给中华民国的 所以为何今时今日共产党一定要打台湾 就是想拿回我正统 大家明白吗 即是一天享导,你一天都还有一个危险 他台湾中华民国可以说统一中国 其实你中华民共产国不可以说统一中国 根据那个正统的程序来说 我现在失了领土给你中国共产党 我想统一回 是吧 其实你中国共产党正式是反革命 在他中华民国的角度 事实上以前是 以前是动员时期 绕共 绕共 是吧 所以现在是有一个死结的 所以为何我说 那时候我建议你们不要加很多东西了 你中华民共产党和台湾政府 讲多数 做个中华联邦 千秋太平 绕绕了这个历史的痕迹 你联合国还多一票 哪有两票 是吧 即是你好像苏联那样 独联体也可以 是吧 你就有些东西搞 现在你的时代都不同了 要那么多地 怕人吗 你不要跟印度说争福兰地 跟西藏人争福兰地 那里争自己都疲了 是吧 不止下面争争 下面又纠断线 是吧 那些就找了笨拾出来洗湿 我头不认衰 被军老装领了 被张维伟的那一站家产 你不要想到轎出来崩水 崩几多水 那里真的填海 填了就落袋了 是啊 真的填海落袋 填得最多的那一袋 是吧 有导弹基地 我们作为中国人 有声问吗 你叫加勞数给我看吗 是吧 拿着来做你人大代表 代表我们人民 我可以问他 但因为你人大代表 不是我们选出来的 你没有投票选人大代表 没有 那就问一条人 他不敢问 你就是不敢问 现在立法会狗或者英募 他不问你 你就是不敢问 是吧 浪费气 但这样你整个国家的政治架构 是自己搞到不健康的 是吧 即是说 你那条柱被那些白蚁注定倒了 我说你又不敢相信 现在你尽量惨 你讲真话的人 就先死了 是啊 是吧 你现在的中国这么多年来 最危险 就是讲真话 会先死 那不就个个人看不懂得到 嗯 等于以前我们 年轻的时候 有点点为人笨拆 但亦都是无论可奈何 因为你卖得便宜嘛 买车回来穿了孔的 我找一个石纸 塗一些胶水 铁住它 再批阵灰 噴灯了就算了 了嘛 现在一论就让中国 很简单 现在这么多地产公司 在国内不够呢 没理由 个个不够 当然有个赚钱的嘛 你有没有西餐想过台长 有 几千间 怎可能个个都过了什么 有人买楼都要有人买楼 你这么几千间 间间不够的 嗯 是不是应该会有间够的 一屌你 它可以间间不够的 你就神灵奇 嗯 香港也有个成哥够的 不是啊 是吧 还有很多老行 喜欢没有借钱的够的 但是大陆不是的 他老妈当当地产发展商 都不能够的 如果当当当是玩一个同一游戏 够了政府 地方政府 一条龙 够了银行 做假人头 假人头 买楼 然后退钱 退来退去 坐音乐椅 坐到最后那个 就不仅仅了 嗯 全火棒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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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死的嘛 他们完全没有了原则 个个为自己 找个原笔 永谈人头 死人 不关不关事 国家不关我事 嗯 最重要的是 我子女跑得动 老婆跑得动 钱跑得动 是很简单的 他们很简单的 就是 現在各港都說愛國,各國民族主義上頭 你相信他們說了就當愛了 等於是柏蘭街姑爺仔爺就說愛女兒 帶領著你接客,是不是? 太陽無紳士,是否翻版唱帶 你救那個陸君子說愛國? 搞貿宿政變 每個雞肥的屋子都穿寒草 最法高的是康有為,幾個老婆 幾個富貴 到七十多歲還要娶過十多歲 我六斤就表現了,不要槍斃了,你幾個慘 最慘是梁啟昭的弟弟,無端端端 不是香港人 香港人,他有個弟弟最慘的,是無端端參加的 康有為的弟弟 是的,站起來而已 那個名字又是QK,叫香港人 是否他們嘴不嘴抵 是呀,嘴不嘴抵 他哪裏參議 後來就拉他,代替 哥哥走掉了,拉這個,殺了頭 很慘 中國人不能搞的 中國人真的是另類文化 所以我們習大哥,中國特色社會的國情 所以要搞到新時代思想 你們去學習我的精神 殺中船會精神 我們輸波贏錢 對 我們很多人買中波膽 快點寫,你左派報 我加上你寫 等民意猛心 原來我們先波贏了幾億元美金 百人中波膽,就開心 但現在有個說法 人們看到借這麼多錢給這些非洲人 在國內又沒有錢出糧 人們不開心 借了嗎? 借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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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吵了 說就行不行 是嗎? 你不是在國安當玩的 國安當好 我們很高興 習先生是偉大的 他早上一早把關農業 所以農村全部沒問題 那十億百億窮人 沒有事 因為李克強說過 九億多人不夠二千元一個月 一千元不夠就是六億 九億多人不夠二千 所以九億多人全部沒問題 因為農業是打到關的 夠吃 夠吃 又沒有封村 你們自己想碰它 那些大學生又回去鄉下 有兩樓田跟著家 不夠一字城市便沒事 有他們雙邊雙國家 有中國的國家雙沒有錢 因為他們那產零過剩 經常補貼 那裏真是扯 電動車是補貼 是多於國防 大家網友不信上網搜尋 中國的維穩費是多於國防預算 即是對付自己的國民 做錢多於對付外國人 是的 所以現在他們負擔很大人沉重 加上很多食空糧 架床蝶屋 香港也不見三幾千億 文化基金、西九、七 國內不見便更多 那時候風吹來香港 搞這麼多大拔像工程 是不是 你在國內搞多少大拔像工程 搞到廢租那些爐就屌你了 嘩屌你了 專橫交錯 嚇死你 建築物又漂亮 政府大樓很漂亮 是的 很漂亮 他們那些政府大樓 比你那些外國的漂亮 是嗎 是啊 比唐寧街十號 真是差 好像劏房一樣 博士 最後一個問題 現在剛剛我們在新聞看到 布林肯去了英國 你在預告也有說 這件事我也是剛剛才看到 我真的在做預告的時候 我也是做的 但是他暗示了什麼呢 就會放寬烏克蘭對俄羅斯 使用長程武器 昨天已經打到俄羅斯科 死了人 他現在是不是加上說要 真的打到 他先拿到英國的反應 也看看俄羅斯的反應 俄羅斯沒有什麼特別強烈反應 但是俄羅斯曾經反撲一次很厲害 會不會當你彈弓再走第二陣 大家都在捉棋 但是我看不明白你俄羅斯 現在你想怎樣 我剛才被你打到基斧也沒有用的 人家是不投降的 如果美國真的和歐洲 如果敢用那些武器炸去莫斯科 他就有很大的藉口 融合彈? 不是融合彈 他是有辦法整個烏克蘭的產品平 你相信我說 因為我知道某方面的實力 是讓一般人知道的 他不用用核彈 所以烏克蘭也想和 其實你打來打 他最慘是國家 最慘是烏克蘭的人 但我相信俄羅斯會給一個警告 叫他們你們離開 因為那種武器很厲害 不是說話 在世界上十大武器 核武器是排第十的 兄弟很可憐 所以俄羅斯普京也都 因為烏克蘭那裏都是自己人 落到這麼重手 他現在也有少量難 但他又不怕你 因為你打多些進來 他變成他減輕了發動攻勢那一刻 即是平了 他搜不到 如果有人打進去後 他搜不到自己 他不搜 他先拿回國際的娛樂 即是他先裝回娛樂者 你明白嗎? 所以這個是挺深奧的 所以你要知道 你看俄羅斯和美國 你差不多要看國際象棋 你在表面 你會看不到他們的想法 因為他們千呼所指 說他們打烏克蘭的 我現在反過來 打烏克蘭的 我現在反過來 打烏克蘭的影響 你不能發聲 李烏克蘭有多少人 小若鵝才有很多人 現在他已經散了幾十萬 你再弄多兩陣 你沒有軍隊 沒有軍隊 我覺得對不對 他們大家計算得到數 在那盆棋上 他現在正式俄羅斯的正規軍 還未出的 你不要不肯記得 他給了所有垃圾去打 你怎麼想 1940多年 我打烏克蘭的車都出來 你怎麼想 你怎麼想 我很害怕 是吧 所以他們有很多部署 那些倉底貨全部清冷了牆 現在又怎樣 你土耳其幫他買工具 伊朗又運一些導彈給他 他又看看你哪些兄弟 真神就假鬼了 但他自己很多工具還未動 如果你烏克蘭再以為有分 再派多十萬大軍 我可以告訴你 一定全軍縱密 你密領全軍縱密 他一個大反撲 幾面八方來打散 你都沒有機府再散 就是整個烏克蘭 你能擋不擋 你沒有兵 就算美國佬他們勾張給你新的武器 你訓練不到 都不適用 他F16最近都撞了一架 是啊 你打仗這麼容易嗎 現在打新潮的立體戰 你看最近俄羅斯炸你烏克蘭 全國停水停電 大哥 所以我覺得他們真的要以和為貴 現在有一個好消息 因為俄羅斯的副戶外交部長 在電台公開發表 我們很感謝印度提出的建議 我們現在跟他磋商 為了和烏的和平 他勇了印度佬做和事佬 他亦都想 不是 他給了一個功勞印度佬 是的 他亦都想去印度 就不想去印度中國 又不去印度美國 他去印度摩迪 我說我貼了貼文 如果你弄得好 摩迪可以拿諾貝和平獎 他拆得好俄羅斯戰爭 他特意被他拆 所以現在摩迪 你不記得他去訪問烏克蘭 記得是戴口信 摩迪是戴口信 和俄羅斯戴口信 現在摩迪正在做這個總監人 大家又可以去看看 因為我看到他副外交部長出來公開說 公開說摩迪跟他們提議的意見 他們在跟他商量 有關俄羅斯的和平協定 所以大家要看好全面 他相信印度佬不相信中國佬 有他的理由 是嗎? 有他的理由 我知道他整群的導彈對你去中國 沒有對戰對波蘭 你搜尋一下 是呀,我知道 因為跟中國打過一次 不是呀 為甚麼你不對波蘭對你去中國 有個理由 那是隔離 在城隔離 不,這裡要追回歷史 說遠一點 多年為何俄羅斯一定要叫他 給我們外蒙古獨立 就是涉及他們的地緣政治 他說因為中國十多億人 到強大 你又可以踩過來 所以他將外蒙古獨立 他又可以到緩衝地帶 這是史泰林講得明白的 因為國民黨是正式問過他 問過史泰林 掌經國民 蔣介石叫兒子 當朋友間聊天問史泰林 因為掌經國的時候 劉蘇 劉蘇 所以他又跟他談得到計 他又跟他談得到計 他又跟他談得到計 不是當國家問 那為甚麼你一定要我們 承認你外蒙古獨立 他說我們在戰略上 他給我們地圖看 你們這麼多人口 有些日你可以踩過來 他跟他打烏克蘭的理據一樣 烏克蘭的平原來的 他這個武門充區 他就覺得很涉嫩 當時德國打過來的時候 直接去烏克蘭打落 在他們的觀念上 這是很深厚的 俄羅斯 他根據歷史上 尤其都知道 我們曾經拿過你們 清朝的時候 拿你們這麼多土地 變成了 如果你共產黨 現在這一隻 有強大 我們俄羅斯是危險的 將來中國強大 誰知道你將來沒有反口 所以他做了外蒙獨立 他講明給聽 史泰林 講明給蔣經國聽 所以我們補充這段歷史 大家要很清晰 為何當年俄羅斯 要叫他蒙古獨立 就是這個意思 今天聽過這個 真是明白了 你每個星期都說明了 以前不明白 當然不明白 以前看這些資料 那些書沒有講 沒有講 他沒有講 史泰林見蔣經國這一段 是的 沒有講 但緩衝區的概念 是的 他一向是金生蒂固 每個國家都有 是的 那你中國不想嗎 你中國當然不想 韓國統一 起碼是朝鮮 有個背後壓著他 所以你要看 但現在他們都錯了 因為現在你的打仗 不是打陸地的觀念 是傳天候 在全天候 這個觀念不需要太重 是 一個都無人用 一按鍵便到了 一秒鐘幾多公里 你知道嗎 是的 在結束 我們下次回來講講法學 是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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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